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CWC Channel 一個希望你的iPhone技巧變強的頻道 這個影片我雖然不是要講iPhone 不過這個新產品的發表會 有iPhone相關的週邊產品來給你參考 蘋果於2021年10月18號美西時間 也就是10月19號台灣的時間 發表了新產品 這個影片裡頭我會快速的介紹這些新產品的內容 同時我會免費的贈送網頁彙整懶人包 讓你瞬間就可以抓到重點 以及找到你想要找的資訊 好那我們這一集就準備要來 Unleashed爆發直擊 好首先我先來展示一下我所設計的網頁 這個網頁免費的存取 你可以分享給你朋友 你可以自己使用 通通免費 這個網頁呢 首先它是支援手機的版本 這是手機的版本 那如果你是用桌上型電腦 或者是iPad的話呢 通通都可以使用 這個網頁分為上下兩個部分 上面這部分是一個投影片 裡頭有彙整相關的產品資訊 當你按下某一個投影片之後 它可以跳到第二個部分 也就是下面的部分 下面這部分呢 是一個時間軸 它展示了蘋果產品發表會的一些時間內容 透過時間軸的方式 展示了蘋果在側次發表會 所發布的一些訊息 那譬如說這裡是正式開始 然後呢 這裡有Apple Music HomePod mini 然後到最後這邊 那每一個時間軸都有相對應的影片 我通通幫你找尋好了 你只要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跳出相對應的 影片資訊 像這個是HomePod mini 如果往下的話 這是AirPod 3 如果你按下去 所以這個影片 總長總共有50分鐘 我通通都幫你找到了 相對應的產品資訊 讓你能夠快速瀏覽 掌握重要的資訊 好 我現在就來開始介紹 產品發表會 首先呢 什麼是Unleashed Unleashed在中文來說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脫江野馬 那脫江野馬就是往前衝 這個研討會的重點就是一個 往前衝的概念 蘋果發表了一個 一個新的筆記型電腦 這個筆記型電腦 升級的程度超級強 就像脫江野馬一樣 衝到大家都已經 看不到它的車尾燈了 那這個研討會呢 基本上分為兩大重點 第一個是音樂 另外一個是MacBook Pro 兩大的主題 提供了相關的服務 以及設備 那這些設備 以及服務 我都會快速的來說明 第一個服務的內容是 Apple Music 他們有提出一個新的方案 這個方案叫做Voice Plan 什麼是Voice Plan呢 好在這裡我點下去之後呢 我就來到Apple Music 這個時間軸 也就是在影片的 3分24秒的地方 他說呢 你可以用Siri 來播放一些 情境的音樂清單 譬如說 晚餐Party的音樂清單 那Siri呢 就會播放相關的音樂 同時有Voice Plan的功能 就是用你的聲音 你去唱一首歌 Apple Music 從裡頭的資料庫 去找到音樂 這個服務 台灣香港都有 那每個月需要支付 4.99美金 第二個內容 我調到上面 就是HomePod mini 那這個HomePod mini 你看有多彩的顏色 我來看一下詳細的內容 我按一下 這裡就是HomePod mini的相關資訊 如果你對於特定的內容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你就可以看到它相對應的影片 HomePod mini is a powerful smart speaker 是一個很powerful的smart speaker 所以呢 它現在呢 能夠讓你在家的每個角落 都能夠輕鬆的召喚Siri 你就可以直接喊 Hey Siri 我要做什麼事情 它就會啟動 第二個呢 它可以讓你的Apple裝置一起合作 提供一種廣播的功能 譬如說你家裡有三個房間 每個房間都裝一個HomePod mini 或者是iPhone 你可以在這一個設備上面喊說 準備吃飯哦 這兩個其他的設備 通通都會廣播說 準備吃飯哦 通過這樣的廣播的方式 你的家裡的各個角落 都可以聽到廣播的內容 那各個裝備也都通力合作 那HomePod mini呢 台幣是3000元 港幣是749元 如果你要知道詳細的內容 你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就可以跳到了官網的 詳細內容的網站 你可以看相關的資訊 OK 好 這個就是HomePod mini 那我點這個原型 回到上層 好接下來第三個是AirPod第三代 那充電快速 續航力更強 抗水抗雨抗汗 好我來按一下 這裡就是AirPod 在10分25秒的地方 他們介紹了AirPod的內容 包括了快速充電 長達30小時 抗水抗雨抗汗 那台幣是5990元 港幣是1499元 那你可以按下這個影片 來找到相對應的內容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看這個影片的資訊 我都已經幫你找好了 好接下來回到上層 我們跟Mac有關的 第一個就是新的晶片 叫做M1 Pro 這個是一個非常強的資訊 以及圖像處理晶片 好我按一下來跳到相關的資訊 在這邊 首先它的資訊處理非常快 圖像處理非常強大 同時有200GB記憶體的頻寬 你如果有興趣 可以按一下這個影片的內容 來了解這個資訊 好接下來我回到上方 接下來還是一個晶片 不過這個晶片 是更強的晶片 叫做M1 Max 它不是非常 它是超級強的資訊 及圖像處理晶片 比M1還有M1 Pro 都更強上好幾倍 那我按下這裡 這裡就有一些很快速的資訊 所以資訊處理超級快 圖像處理超級強大 400GB記憶體頻寬 所以簡單的說 M1 Pro跟M1 Max 一個是非常的厲害 一個是超級厲害 簡單的就是這樣子 那細節內容 你可以看影片 來了解它的細節的說明 它做了很多細部的比較 譬如說跟其他的晶片做比較 跟之前的M1做比較 然後它彙整了很多的相關資訊 以及圖表 來證明說 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晶片 好這個就是M1 Max 現在我回到上方 最後就是這個發表會的重頭戲 也就是MacBook Pro 14吋以及16吋 2021年的版本 這個是超頂級的筆記型電腦 因為它做了全面性的升級 好我現在來點下去 這裡就是它的升級的一些 彙整的內容 首先它移除掉很多人不喜歡的Touch Bar 也就是一個液晶螢幕的按鈕 你可以選擇一些程式 還有控制一些電腦的功能 它把它移除掉 第二個它加入了SD Card 還有三個Thunderbolt的插孔 還有一個HTMI的插孔 還有它最後回歸了MagSafe的充電方式 另外它的螢幕變得更寬 它間隙變得更窄 如果去它的官網去看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按鈕 到官網看細節 你會發現 MacBook Pro也加入了 瀏海的行列 跟iPhone很像 現在 那接下來還有它的升級 包括像鏡頭 顯示器 音效 記憶體處理器 儲存裝置 都變得更強大 同時省電環保 那價錢方面 尤其是專業的頂級筆記型電腦 所以14吋是59900元 港幣是15999元 那16吋是台幣74900元 港幣是19799元 好 那這個就是它的整體的升級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點選這個影片 我已經幫你找好了播放的時間 你只要點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MacBook Pro的介紹內容 那這就是所有的這個懶人包的資訊 這個網頁 再次強調我會分享給你使用 你來到這個網頁之後 你就可以快速的透過 用時間軸的方式 了解所有的重點 以及相對應的影片資訊 那也歡迎你去分享這個網頁 跟你的朋友 最後呢 如果你對於這個投影片的設計 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做一集網頁設計的內容 跟你說這個是怎麼設計出來的 只要10分鐘 就可以做出像這種專業的投影片設計 如果你對網頁設計有興趣 你可以來玩看看 好 這個影片的資訊 就提供到此為止 如果這個資訊對你有所幫助 可否請你按個讚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歡迎支持 我的頻道裡頭有很多的影片 通通都是免費的 主要是在分享一些iPhone的技巧 希望你iPhone技巧變強 好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麻煩告知 謝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